大家好,我是秀一 最近由于疫情的发展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丢弃猫狗兔子的 也有放生人工饲养的鹦鹉的 我认为这是对生命很不负责的一种行为 且不说它们是无辜的 放生后生存概率节低 就算它们真的带有病毒 那你放出去也是为害他人啊 而且每年过年都是丢弃宠物的高峰期 一些在外居住的人要回老家了 又不想花钱寄养宠物就丢弃了 一些没有捕食能力的宠物 比如鹦鹉或者爬宠 都是人工饲养不知道多少代了 几天就会饿死或者冻死 有捕食能力的猫之类的 数量庞大又没有绝育 本地的鸟类就会遭到捕杀 严重点甚至可能会破坏部分生态平衡 养猫养狗养鸟有你养爬宠危险 家养的爬宠 蜥蜴 花 蛇 龟 蝎子 蜘蛛等等 它们身上也许带有病毒 但只要喂给它们的不是你抓来的 吸了血的蚊子 那么它们所携带的病毒 对你的威胁度就是零了 而家中饲养的猫狗 仓鼠 雕 鲁鼠 兔子等等这些哺乳缸的动物 只要让它们跟你一起宅在家里 那么无论如何 心形肺炎都和它无缘 也和你无缘 家养的宠物只要没出门 都不会让你染上心形肺炎 就算不说这些小动物 会不会感染病毒 它们甚至可能连携带的资格都没有 请不要轻信谣言而抛弃它 好 无评无计 我们不相信 那我们就结合病毒学来讲讲 物种之间病毒的感染条件和传播原理 通俗的嘛 听不懂 就是什么动物会感染病毒 怎么感染的 首先是动物病毒与细胞受体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是一对一 但也有多个病毒共用一个受体 或者一个病毒有多个受体的情况 也就是说一种病毒一般只会感染一种动物 当然也存在特例 比如狂产病毒 禽流感病毒等 存在多种宿主的病毒 每种动物都或多或少会携带有病毒 但携带病毒等于会发病 说到携带病毒就不得不提到蝙蝠了 蚊虫作为病毒的传播者被蝙蝠捕食 同时蝙蝠中又有吸血蝙蝠这个种类的存在 由于蝙蝠高密度的群居生活 而且生活环境又阴暗潮湿 这就导致了蝙蝠群体之间的病毒可以大肆传播 蝙蝠体内因此携带了大量 种类不一的病毒 但它自身并不会因为这些病毒而发病 至于哪种病毒在哪个宿主体内会发病 目前并没有研究可以给出的结论 病毒的种类过于庞大 无法对人类造成威胁的病毒 甚至不会拥有性命 病毒与寄生虫类似 人生吃海鱼几乎可以无视寄生虫的威胁 而生吃淡水水产 生吃猪肉、牛肉、羊肉等 因此感染寄生虫的例子屡见不鲜 这是因为它们对宿主 对生虫的环境是有着明确的要求的 因此病毒的感染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 随着生物学分类等级的上升 物种之间感染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建纹、钢、木、科、鼠、种七个等级 种和种之间传染率最高 鼠和鼠之间传染率降低 而上升到钢 钢和钢之间的传染率几乎为零 哺乳钢和其他钢的动物之间也因为物种的差异 而无法相互感染 但是也有例外 比如变异的禽流感病毒 人类也是一杆物种 说到这里 聪明的小伙伴就已经明白了 这就是为什么人不会因为吃植物 吃昆虫而感染病毒发病的原因 举个例子 被野杆生吃豹江大虫子 而蝙蝠却烤了四个小时 就像之前有人说的 蝙蝠就像个潘多拉盒子 它带着上百种不同的病毒 一直藏在黑暗中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它们永远不会和人类有交集 而事实正是如此 大部分人一生都不会有机会 与蝙蝠发生接触 但总是有人要去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 哎呀 秋一 你是不是做过蝙蝠标本呀 我没有做过蝙蝠 以及任何哺乳动物的标本 我都是直接买的成品标本 是经过杀菌消毒的 病毒早就死绝了 而且病毒也不是几次触摸 就传染到人那么简单 首先病毒吸附在树组细胞上 与宿主细胞结合之后 才会入侵宿主细胞 在细胞内增殖 最后宿主细胞被破坏 增殖的病毒再去感染其他的宿主细胞 值得一提的是 大多数病毒结合时需要较低的温度 0-4度 而入侵宿温度则需要接近生理温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非典和新型肺炎都在低温的时候肆虐 而且传播速度极快 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的传播途径 仅为飞沫传播 无论是空气传播还是接触传播 其最终原因都是飞沫传播 病毒随着唾液 呼吸道 分泌物等被感染者排出体外 就变成了结晶 停留在感染者接触过的地方 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 或者直接被近距离的其他人吸入 从而感染他人 如果只是皮肤接触并不容易感染 病毒就算只是携带都需要细胞有受体 而空气中的病毒都是结晶 就算接触到皮肤 没有受体也没办法和细胞结合 毕竟表皮层包括矫质层和生发层 矫质层作为人体第一道防线中的第一道防线 是表皮最外层的部分 主要由10至20层扁平 没有细胞核的死亡细胞组成 已死亡的细胞是不会被任何病毒感染的 除非有伤口暴露了真皮层 或者沾上了动物体液分泌物之后 接触口鼻眼等这些人体内部与外界联通的部位 因此出门一定要戴有效的口罩 回家之后最好把暴露在外面的衣物消毒或者通风晾晒 再洗个澡就没事了 希望您和您的家人您的宠物都能平安度过这次疫情 加油 细节观看 你的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观看